近日气温不断上升 花莲慈激医院提醒民众要注意防晒以及补充水分 避免中暑导致的健康问题 而花莲慈激医院中医师利成欣表示 夏天的气温酷热要特别小心中暑的问题 而每个人中暑的状况可能有各不同 因此医师提醒民众可以尽快就医 有效缓解身体上的不适 在中医的理论当中 中中暑可以分为阴暑和阳暑 一般常见的状况是阳暑 因为在太阳底下或者是高温的地方停留太久 曝光过多的日照 开始会有深热汗多的症状 而且随着汗流越来越多 心情也就越来越烦躁 觉得口渴 精神萎靡不振 浑身都是不对劲 坊间也有很多人会用刮痧的方式来舒缓身体的不适 大家就是可能也有学过一点点小小的刮痧 刮痧的话那我们可以刮拿那种陶瓷汤匙 或者是你可能有拿那种木头就是不要不要那么尖锐的木头 可以做一些刮痧 那可以刮我们叫做督麦膀胱筋 那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脊椎跟脊椎的旁边大概1.5寸 1.5寸大概就是2.5公分之间 那把它刮 刮到稍微变得有点粉红色就好了 不要刮太多 或者刮紫色的话可能会出血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你想说 那我这样子中暑刮痧那么方便 那我就天天刮天天刮 但是你还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有出血或者是 比如说刚刚这样子皮肤过敏 或者是你有什么重大疾病的话 就是注意不要做那么多的刮痧 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身体的状况 才可以做刮痧哦 厉成型医师表示 简单来说 觉得自己中暑后 流不出汗来又感觉恶心 想吐的时候 请不要用刮痧的方式来处理 建议要就医治疗 除了阴属的状况不适合刮痧 如果是有发炎 泌尿道感染 皮肤过敏 或是有局部的外伤 还有一些慢性疾病造成的 凝血功能异常的时候 都不适合刮痧 要刮痧之前 最好还是要咨询 合格的中医师意见 看看自己适不适合 使用刮痧来缓解身体的不适 记者林杰 花林寺采板报道